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由私部集团天使之妹面膜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魅士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何来盼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在这里要感谢海伦凯乐眼睛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 我们的天天圈再次的升级了 请在我与图雷老师和曲伟老师的明星专区中提出您期待解决的情感问题 我们会选择被点击喜欢数最多的问题 为大家进行解答 现在就登陆各大安卓的应用市场和苹果官方商场下载和升级 天天圈为您解决情感大问题 今天我们请到的情感观察团的老师分别是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博弘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青年演员张萌张老师 世纪家园网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我们的爱情导师图雷图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今天的第一队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和我女朋友是在一个偶然的集会认识的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被她的容貌深深所吸引 她的身材 她的眼睛 她的嘴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然后我用了好久好久的时间 终于把她追到了手 她太美了 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生 她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她感觉 就是我管她 把她特别一样 她在我心目中太完美了 所以我害怕失去她 希望她能理解 我对她的爱 这个一边看小片 现场的观众就一边在乐 这个男生非常有喜感 他心目当中女神到底是什么样 说实话 我特别的期待 你们期待吗 来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杨24岁来自陕西 是一名经理助理 女主人公小小21岁 同样来自陕西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依然是一口密码箱 装着他们彼此并不了解的秘密 两位愿意把这个秘密 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愿意 愿意 这是您女友 是 是那个女神是吧 是 我也想看 可以 别看我 图老师问你呢 见到女神不会说 看那边 看那边 是你的女神 漂亮还是张梦漂亮 我的女神漂亮 这个 每个恋人看对方的时候 必然都是天仙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是在一个活举活动上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就是被他的人貌 完美的身材 深深所幸 于是我下了一个决定 我一定要把他追到手 于是我约了五个多月的时间 终于把他追到手 那你应该对他特好吧 嗯 那你们今天来这干嘛呀 他觉得我拐他拐得特别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那人就是特别爱他 所以希望他能理解我 他对我是挺好的 我知道 但是交往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 其实存在的问题挺多的 就是说我们俩一块吃个饭吧 他去上了卫士忌街 我手机过来一条短戏 我就看了一下 就是那个客服嘛 然后留料包的事情 留料完了嘛 我想这打个电话 然后重新包一下 他啥话都不说 他就把我的手机抢了过去 他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呢一回来 他给他打电话说什么 感谢呀 什么太阳都好呀 下次有什么好的 然后再给他打电话 我一听 结果还是暖的 我这能不熟悉吗 你把他手机拿走干嘛了 我把那个说了东西 说人什么呀 勾引我女朋友之类的 勾引你女朋友 你说的太过了吧 那当时那个情节就是这样的 好好好 接着往下说啊 上次我们一起吃饭 一个男服务员 不小心把水扫到了我身边 他直接就把他推到了地上 他还听那么多人呢 推不说他还要骂人家 我跟你说 当时的情节是这样的 我和我女朋友在吃饭的时候 他那不懂事 把水到那我女朋友吃着 还拿指尽插 那他一个把指尽球给我来插 对不对 他就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就是故意的 不是你怎么会觉得 他是故意的呢 因为他一手拿一辈子 一手拿个纸呀 他还给我女朋友 一到他来 准备给我女朋友插呀 那来到人家不插吗 我可以往后推他呀 你是觉得 你女朋友太有魅力的是吧 是啊 这事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他也一直就不道歉 就说他做的对 你在乎我是好的但也要非情况 对吧 大家现在都玩 COOCOO 还有微信 我放自己的照片 是很正常的 对吧 他觉得我故意把自己的照片 放最好看的是 为了和别的一系朋友接触 我觉得你是对我的一种 不相信对吧 你说你又什么照片 不好拍 又擦了最好看的照片 那我来到把自己最除陋的 像我一样的土豆照片 那感觉好 自己的头像放成土豆不说 把我的也改成那样 一直改 他都快气死我了 我带着他 接我的闺蜜吃饭 到了我们班 最好看的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们班居然还有好看的呢 你都是女神了 你们班还有好看的 在他心里呢 其实我很普通的 到我们班 找的最好看一个女生的时候 人家做介绍 你知道他说啥不 他就直接指着人家 说你看你 你都没有我女朋友找的好看 你还掰花呢 你这不是太过分了 我就实话去说嘛 他那个要找笑没找笑 要舍贼没舍贼 尤其是他 他他腿 那是你认为 我就大小腿 那有一点腿 你说的太夸张了 当时那个女生 人家脸色也不好看 我自己也下不来胎 你让大家对自己看下 他要私下里跟你说你会高兴吗 当然我当然是高兴的呀 那我以后就私下说 你不觉得你现在把人都得罪了吗 那如果他连这种这么小的小事 他都没分寸的话 那你一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朋友了吧 尤其是异性会有吗 异性朋友根本不会有 他不让我和异性朋友联系 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我一个人嘛 前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第二天早上到 他说他来接 我说当然好啊 当时我到了的时候 他还没到呢 我刚好在车站 碰到了一个老乡嘛 是个男老乡 他害我提那么多东西 不是老乡就老乡 不管男女啊 在他那里都要管 碰到一个男老乡 别人帮我离东西 这是很正常的 对 那是别人帮我 他过了会儿才到的 到了之后 他就看到 男同学帮离东西 他就挺生气的 他也不问我 他直接就把人家一推 把东西束手就抢了过来 那我倒是不知道 其实这个 你看我当时感觉的时候 那你没到 他真的是我的老乡而已 拿我女朋友的学礼 然后也就和直勾勾的 贼溜溜的 给我女朋友 我就 他就上屁了 你给我学一下 什么叫直勾勾 贼溜溜 这就也就是 给我女朋友看呀 男同学家说话不看我呀 不是你学一下 学一下 就我也学不出来 那感觉呀 那男同学家 和我说话不看我 我和你说话 我就看这边 你和我说话 你可就得看我呀 那你那老乡没生气吗 没揍他吗 是气了吗 可定是气 就是不可能的 当然人家挺理智的 我问你一句话 你有没有考虑过 为什么女神 会落在你手里呢 可能是我比较优秀吧 那你觉得你 刚才你女朋友 举的这些例子 你觉得你做的都对吗 有的是情绪过于极度呀 难道你每一次 都是情绪极度吗 他已经干涉到了 我的生活 我觉得 你认识女神之前 还有其他的女神吗 没有 你谈过恋爱吗 没有 初恋就碰到女神了 幸福 那您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但是最后就是 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在一块嘛 后来碰到他 我感觉他还挺细细的 挺好的 但是就隔着时间的憋下 我就感觉和他在一块 发生的这些矛盾太多了 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你想跟他分手是吧 还有最严重的问题 还有呢 毕业了 我当然是要回家了 他不让回家 你像 我的话家里面 父母由我妹妹来照顾 他家里面 由他哥哥来照顾 他就一直给哼我 再嫌一起打拼嘛 对不对 你过个节日 我们可以一起回去 但是他就非要回去啊 我想回我老家那边工作 也很正常的 咱们过节日可以回去嘛 你可以你自己工作 为什么要我陪你一起留下 你愿意跟他分开吗 其实 还有点 就是舍不得 分开还有点舍不得 所以你希望他改变是吧 我希望他改变 但是他总是这样 让我实在没办法 信任他 想改吗 改 真改假改 都改 但是时间可能超一点 多长呢 有可能两年 有可能三年 不确定吧 我看大家都有点哑然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四位老师 来帮助对不对年轻的恋人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圈 小阳 你给自己打几分 咱们也得九十多份吧 你看这么自信的人 但你做错了一件大事情 嗯 现在不是说吗 找员工要找人见能爱的 找女友不要找人见能爱的 你找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 你现在烦恼了吧 烦恼也得走呀 那现在的问题是我感觉你做人做的太累了 你把你女朋友周边的所有的男性朋友 男性同学全部当成了你的假想情敌 但你也念过书 你明白一个道理叫物极必反 你这么做会让你的女朋友产生一种逆反心理 她不会感觉你这是在爱她 她反而感觉你是对她的不信任 小伙子 我感觉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你从爱情保卫站回去以后 马上买一个特大号的保险箱 把女朋友锁起来 第二个选择 你充分信任她 让她做一个不用担惊受怕 不用感觉碰到旁边一个男性 像我这样的老人 她都不敢打一声招呼 不敢有一个笑脸的 一个真正的女朋友 否则她真的太累了 你还嘻嘻哈哈 谢谢老师 我在这个离婚律师里面演了个 作女叫娇艳艳 我觉得你就是现实男版的娇艳艳 你真的是个作男 你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生 比较喜欢吃男孩子的醋 没想到你一个男孩 你说心眼这么小 我想问你 你说爱是什么 爱是不是要让对方开心 是 在你一开始你关心她的时候 你每一次给她送温暖 给她小惊喜 追她的时候 你肯定看到她都是开心的 是 但是你现在由于你的这种 小心眼也好 疑神疑鬼也好 节外生枝也好 你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年龄的女孩 整天愁眉苦脸的 你说这是你想要看到的吗 我该 对 所以说你真爱一个人的话 你要让她看到快乐 男子汉啊 要开阔心胸 对不对 什么样的男人最有魅力 是很大气的 对吧 是理解自己女朋友的 这样的男人是男子汉 而不是小度鸡肠的 天天不相信别人 好不好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谢谢 加油 谢谢张老师 她是你的女神 但实际呢 她被你变成了女球 干涉她的自由 让她没有自我 没有朋友 这都是你造成的 你是爱她的吗 你是在毁她 正常的一些异性的交往 一些社交 你要理解 改变你们俩相处的方式 让她多一些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生活 不要去干涉 强大自己 她现在看上你的 可能就是你苦苦的追她的这份苦心 同时你对她的那些好处 但是恰恰缺少一点 她被你吸引的点是什么 是你的为人的品质 还是你工作上的成就 哪一点你能拿出来吸引她 让她围着你转 让她见不到你就想跟你在一起 这种点你要去塑造自己 让自己有了自己的东西之后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 不光是有它 还有更重要的你自我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张老师 吴老师 看了台本之后 就特别想看这个女生 但从某个角度上来又不想看 当她从那个门里转出来的时候 我终于吐了一口气 原来并不是千秋无颜色 绝世俏佳人 长得是挺美 但美得也挺普通的 所以我为这个傻小子庆幸了一下 因为我特别害怕她特别美 像这种所谓逆行女神的事 只有101次求婚 黄渤对林志玲那样才有可能发生 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可以如此 时至今日 再想一想 在我们初中时代的时候的 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偶像的时候 再看一看当初的那些偶像 好像不是那么漂亮 好像也就一般 所以说人的审美会随着岁月的流逝 而逐渐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不像是男女之间的真爱 像粉丝对于偶像的热情 像那种迷恋 所以说迷恋 总也有一天会被女人甩的 他演的那个角色当中 吴秀波 优秀不优秀啊 那个律师不照样被他甩了 他照样在家里面 跟别的男人谈爱啊 对吧 所以说一个男人真正比的 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 一个男人真正有实力 不以外表来衡量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理解 我刚才对你所说的对于美的诠释 谢谢 好吧 希望你在数年之后 再站在曲总面前 是安投挺胸的 好吗 一定 我倒觉得他们俩站在一起 还挺般配的 爱情规则里面 第一条就讲平等 人格上的平等 跟财富跟容貌 跟所有东西都没有关系 如果一段爱情失去了平等 就没有这段爱情 第二条就是尊重 尊重最大的隐含 就是信任对方 这都是爱情的基本规则 可是在我们年轻时候 恋爱的时候 谁懂这些规则呢 所以我想最简单的一件事 兄弟 敢爱就敢把手松开 放松 谈恋爱如果那么紧 谈不出个好恋爱了 好吗 听懂了 听懂了 好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如果给我机会 我一定改正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因为我对你的爱是深深的 我感觉我不能失去你 其实你对我的好 我都知道 但是我感觉和你在一起后 我的快乐越来越少了 失活中 失去了好多朋友 你的好我也知道 我都放在心里面 但是你 你总是这样 我追的无法再和你 我感觉不能失去你 来 请交换箱子 请关门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的那一半把你当成男神或女神看 由此而束缚你 你是快乐呢 还是会跑掉 如果你快乐 选择赞成 如果你跑掉 选择反对 各位请选择 好 现场有23.81%的观众说 我还是蛮快乐的 76.19%的观众说 我会跑 看看他们如何选择 5 4 3 2 1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来 兄弟来 来嘛 我看看他给你留的 留的严 他要回家 没说要分手啊 就决定回老家工作呀 但是他不在 你就没想着跟他一起回老家 打拼事业去 不想回老家 为啥呀 我就想在外面 好好讨论事业 所以这么一想就明白了 我们的世界 不仅仅只有爱情 我们的世界 还有其他的东西 还有亲情 还有我们自己的事业 还有我们自己的朋友 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 所以比较起来 爱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明白了这个道理 不就知道怎么放手了吗 还有什么话跟他说吗 我回去还会到他 如果说他 确实确实感觉我 特点不合适的话 我虽然说鞋里面不过去 但也只能就是让他选择更好的 恭喜你长大了啊 谢谢啊 谢谢 感好相比 他那句话说的特别 我还会找他 但是真觉得我不合适 我只能走 谢谢你啊 请回请回 祝你幸福啊 人呢 泛起迷糊来的时候 他就是迷糊 但是醒了就好了 大家不用揪心了啊 我们在他们身上 学一些东西吧 学会平等 学会尊重 爱嘛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对嘉宾朋友 他们遭遇了一些什么 我的感情经历 一直就挺不顺的 这样一段感情 就是我为他尽心尽力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现在这个也是这个样子 我也想对他好 可是他呢 他做了一些什么 他总做一些让人起义心的事 不管他怎么样对我 我都一心一意对他好 什么事情我都愿意为他做 我想换回他 哪怕对我一点点的珍惜 很多事就是因为听他的听错了 现在怎么能让我事事 都顺他的意呢 我不想再经历失败的感情了 我特别爱他 能不能让他对我好一点呢 这个在爱里的人 好像总是有那么多的纠结啊 我们作为看客 好像觉得什么很简单的问题吗 但是真的你在爱情之中的时候 做起决定来 真的好难 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有请 男主人公小天23岁 来自黑龙江 吴燕 女主人公小燕21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形象设计师 来有请 有请两位 依然还是一只箱子 依然还是彼此并不了解的一个秘密 两位愿意在今天这个现场 把这个秘密公开吗 不愿意 不愿意 谈了多久恋爱了 欢迎你来了 这次是谁找到我们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 你来的目的是 就是希望他能变回以前的样子 他以前就是对我百分合物的 在他心目中我就像一个孩子 什么事情都得他来帮我做 他才放心 现在男生真都病得不轻啊 有人把女孩子当神 有人把女孩子当孩子 你们想干嘛呀 刚开始我们两个是在微信上认识的 微信上怎么认识的 微信附近的人 加上的时候吧 看他长得也挺好看的 聊着也挺好的 我们两个就说见一面吧 然后见一面觉得挺好的就相处了 结果后来相处时间越来越长 就发现他身上毛病挺多 这都是你惯出来的好吗 他真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让我去做 如果的话他就跟我像发脾气似的 说啊 你这个样子什么都会 他要我干嘛 然后我进厨房跟我说 出去吧 这样对你皮肤不好 拖地告我 太累了 别累着你 然后就赶紧 就让我再去休息 这男人不错呀 是不错 就因为这个样子我才喜欢他呀 女人这一辈子就是想找一个对自己好的吗 对 现在你不这样了 现在是 为什么呀 是吗 就觉得时间长了 时间长了他什么也不干 就是以前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那么惯着我 我呢 你也不能一直这样 你为什么要装呢 一开始你告诉我 都不用你做 你遇到我了 我就会照顾你一生 是不是你的原话 是我的原话 后期你也不能总因为这个是什么也不做吧 就在家待着 你对他的不满是说 他什么都不做还是有别的兄弟 他就是在家什么也不干 后期还有的是什么 就是他非常让我辞掉酒店工作 主持人你不知道他那是什么工作 他是在酒店当经理 然后呢 他就得很晚很晚才能回家 酒店的活都是熬夜的 然后他这人还是热心肠 然后这点也是我喜欢的一点 但是他伤害到他了 他就是很多同事都会告诉他 我明天来不了了 就一个电话 就能让他连续再上班上班上班 这样他的身体都会不好的 最主要是我觉得那要是挣钱呢 你告诉大家你能挣多少钱 那挣多少钱我父母都没说 那你凭什么说 以后咱俩要过一辈子 你身体搞不好了 你以后怎么去照顾家 这个到跟你们今天来 没什么主要的关系 我听来听去 咱们说主要的吧 跟钱没关系 我问问你啊 你最不满意他的是什么 是他不做家务吗 还有啊 有很多 他跟踪我 你为什么跟踪他啊 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说要去见他的父母 多久啊相处 一年 要见父母 然后呢 然后他说不让我见 我就跟着去他家了 他的父母 他以前跟我说 是那个教学的老师 然后到他家以后 他的父母就是一个 普通的上班族 他的父母做什么 我真的不在乎 你跟进去了 我就是敲门 我心里去看看 他就吓我一跳呢 那时候我们俩是刚吵完 你为什么要欺骗那个女生 说你的家庭背景不错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 因为现在的感觉 现在现实时候会很现实而已 也就是说你承认在这个问题上 你骗了他 是吗 对对对 承认 还有什么是这个女生让你受不了 还有就是 他是搞那种礼仪模特 就是他接这种工作的 然后把他就是 他这上面不是写的形象设计吗 兼职知道吧 兼职 然后他兼职主要就是搞 就是他因为他朋友异性比较多 就是朋友多 就是他们合伙去 就是哪里开业了 他们去当礼仪 我明白了 然后他就是身边有的是 基本都异性比较多 然后他有好几次就是去月店 怎么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甚至还夜不归宿 受不了 是吗姑娘 是这个样子 有一天商场的活动 他比较晚 八九点结束了 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的领队 然后带我们出去吃个饭 然后吃完饭 说那一会儿去玩会儿吧 然后我们几个就都一起去了 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之前给他发过一信息 他给我打电话 打了很多 然后我也没接到 因为我工作中我喜欢静音 然后呢他打了一天 就是打到我手机都没电了 太晚了 我特别怕黑 他也知道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女同事 我们一起在 就是最近的酒店住去了 第二天早上 他就跟我不太高兴 我也跟他解释了 他就说 哎呀你什么也不用说了 你什么样的人我也知道了 就这点事 对 那我想问你 你辞职多久了 快半年了吧 快半年 你这半年的开销从哪来 他 他挣钱 对 你用 对 下得到手吗兄弟 他愿意给啊 谢谢 那我能不能理解 现在实际上等于是他在养着你 可以这么说 没有人是真的是我让他下来的 我嫌疑他心情也不好 是我让他在家 他心情为什么不好 因为男人都是喜欢有自己的事业 你明明知道男人喜欢有自己的事业 你为什么让他辞职 但是真的就是怕耽误他的身体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身体就不是很好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个男的 我就想工作在外边挣钱 像他让他让我就是说把工作辞掉了心里特不舒服 你这逻辑就是因为他让你辞了工作 所以你就可以对他不好是吧 那倒可以 你是真的是因为这个问题我都能理解 还是你喜欢别的女孩 为什么那天我买了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给你的 我真的很沉我真的拿不动 我跟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来 我那天在工作 你不是辞职了吗 兼职 你的工作就是为了别的女孩提东西是吗 你别等了瞎编了 我既然说出来就证明我看到了 你刚才也说了我热心了 就是即使就说工作碰见了朋友了 帮他拿拿拿是不是也正常啊 你说哪次你跟女孩在一起的时候我吃过醋 你再怎么闹再怎么玩我都没有关系 我都嘻嘻哈哈的陪着你们 就算是我不在场 你告诉我一声 我也会 我一个电话都会的 你别说感受 你先把事实跟我说了 我越听越糊涂 姑娘 你看到什么了先说 他就是跟一个女孩子在街上 然后最后我知道那个女孩子是他前女友 毕竟是前女友嘛 我就觉得他不喜欢我了 然后才这个样子对我的 就怕他因为他不喜欢我 想得真多 你们俩是在微信上认识的 对 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们俩各自的情感状态是什么 刚碰到他的时候 正好他是和他的前男友刚分 他就是处于在情感复合期 还碰着我了 你的情感状态是什么 我是已经单身好久了 他刚跟他的男朋友分手 你们俩就谈恋爱了 对 他那会儿会想他的男朋友吗 会 那个有一段时间 朋友圈他就发了一个 说什么 那个亲爱的 然后什么 我还爱着以前的他 怎么怎么样 想要跟你说成对不起 看完这个之后 我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打电话没说什么 回家之后我俩 就打得特别凶 你看没看到最后的一句 没看见 我最后说 谢谢你的出现 我愿意 真心真意的去对你 我想要跟你好好地下去 我最原始的东西 前面只是想跟你坦白一切 不想再欺骗你 然后他就总是不理我 我就因为这件事情 害怕翻他手机 然后他就大吼大叫的 以前真的就没有这种反应 他手机里有什么让他大喊大叫 我没有看到呢 他就要给拿跑了 就当时我那个时候 就是包括说花他的钱 以及就是他去我家 包括我和女人在一起 其实我都是有目的性的 呦 说说你的目的性 我觉得吧 就是我想用这种方式 就是说逼他远离我而已 等我什么都有的情况下 我想就是说 和他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现在给不了他什么 你说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吗 来这里 就是希望他的态度能改变 我也是鼓了挺大勇气来这里的 也是希望他能好好的 我的感觉就是 互相都遮遮掩掩的遮一点事 那遮就遮了吧 我也不细问了 我不知道四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们说爱情是需要基础的 你们那摇一摇摇来的爱情 现在的基础是风雨飘摇 相互不信任 相互猜疑 越猜越疑越糟糕越坏事 爱情是经不起猜疑的 小剑 有一个问题 我需要你亲口回答我 你父母真实的工作状态 父亲在工地质检 我母亲是在鞋店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感觉你比较擅长搞面子工程 两个人交往以后 你告诉他 你的父母是大学教师 对吧 对 实际你父母就这一个工作状况 很正常 我告诉你 我父母是农民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心的问题 而是小剑 你心里你根本看不起你的父母 如果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父母都看不起 你会看得起别人 所以我现在只能武断地认为 你现在其实已经在找旅游脱身 他的有一个猜疑 我认为还是真实的 你花着现任女朋友的钱 却和前任女朋友在交往 这个事情有没有 有 但是不属于交往 就是说她遇见什么困难了 需要我的帮助而已 作为女孩子 你应该明白个道理 你再哭也没用 你在她心目当中 就像她父母在她心目当中 她看不起了 她现在会找很多的理由 和你分手 我想这样的分手 对你来说 可能是值得庆幸 我觉得爱情它是有不同的阶段 昨天很美好 就是热恋的时候 今天很平淡 你跨过了今天 可能明天就能很幸福 你们两个可能正好就是到了那个瓶颈期 磨合期 如果说你们两个度过了这一个阶段的话 可能你们的明天就可以幸福 所以我希望你们俩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相互的磨合一下 祝你们幸福 好吗 问女孩两个问题 第一 跟前男友为什么分手 因为 他对我妈妈不尊重 谁提出的分手 我 分手之后 你和他开始之后 你还爱着那个男人吗 前男友 这些有跟他说过 没有跟他开始的时候 就跟他说过 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 开始之后呢 开始之后就 发了那个条 那个微信 第二个问题 你为什么一直在哭 为什么 我也找不到为什么 我当你说出来 太为之 其实你并不是因为爱上了这个男人 你跟他在一起 而是在你之前那个伤口 并没有愈合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 甭管是装还是怎么样 对你体贴入微 任劳任怨的这么一个男人 你把他当成了一个疗伤的药 或者说在那个最无助的时候 你把他当成了一个稻草 还是那句话告诉你 在没有完全的结束一段恋情之后 千万不要用另外一段恋情 试图来遮挡那段恋情的伤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接下来一定是一种病态性的发展 恰巧碰到一个会装的人 但是装不了多久的人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 马上离开他 自己疗伤 然后真正疗好伤之后 再开始一个真正的爱情 好吗 我怎么觉得我那么善良 你这么不善良 大倒不是 其实有很多没有讲 他们不讲 我一般都不会非让他们讲出来 因为我觉得双方要保留一些东西 可能会还有一些余地 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发言是有点跑题了 对 根本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我试着来解读一下你们俩的事 用两句话 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赵川你听一听 落难的凤凰不如鸡 宠坏的男人遭雷批 这对跟上对是有点像的 像在哪呢 一点 在爱情生活当中 平等是如此的重要 上一场的那个男生 就是认为自己很自卑 我不如对方 我不优秀 所以我很自卑 我时常仰望着我的爱人 所以这样的爱情不能长久 而你们恰恰相反 你看你 在最开始的时候条件算是不错吧 但是因为一段失败的爱情之后 你从此把自己践踏在了脚底下 你开始百般的宠爱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这个不怎么样的男人 你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爱他 甚至拿钱来养他 要恨不得抓住这段感情 你逼着自己 你在微信里面说 其实我还爱着以前的那个他 但是我决定好好跟你过 这一点就像刚才屈威所说的 没有走出上一段阴影 马上迈入下一段感情 往往人是迷糊的 你把自己践踏在了脚底下 你尝试着用自己的爱和自己的收入 去鸿托住一个 在你生命当中出现 能够照顾你百般入味的一个男人 在最开始他的心态也是自卑的 他也觉得我是背不上你的 所以我才会百般的去掩饰我的家庭 但是他一旦发现你 来哄着他的时候 你来双手托着他的时候 他的角色马上变了 他说他倒反过来求我了 你看我多能耐啊 班不用上 在家里面可以腰三喝四 是吧 一开始是天天照顾你 后来觉得你一天到晚懒 什么事也不干 甚至到最后 和前女友纠缠不清 我还是那句话 爱情生活当中平等 真的很重要 不要因为自己长得不错 收入颇高 我就可以看不起我的爱人 我就觉得他要求着我活 不要因为自己的爱人 对自己稍微好一点 时常仰望自己一下 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 你得求着我过 我的角色就可以逆袭了 不是这样的 爱人之间就是平等的 就是你爱我 我爱你 彼此珍重 没有谁离不开谁 这个地球就不拽 所以说姑娘 你要捡起自己的自信 我特别害怕就是 你已经有过一段 失败的感情 结果又被这么一个 不这么优秀的男人 又给提了一次 你接着你所有的自信 全都没了 在下一段感情当中 你又采取更加自虐的方式 去惯一个男人 到最后你会更惨 我对男人说的一点就是 其实你自己爱谁 你心里清楚 但不要因为对方对你太好 对方对你太惯了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尾巴就翘起来了 事实上生活当中 我们总看到有一些 不怎么样的男人 就因为老婆的惯 甚至在外面找了一个 特别不如自己老婆的女人 我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所以说爱情的平等 如此重要 捡起自己的自信 你也别太自傲 不过没有记错的话 至少还有 如下的一些重大事实 在如上的交谈过程当中 双方不知道出于什么 要不然是没承认 要不然是没有陈述 譬如说 有人还在用微信 玩着暧昧 是吧 不是 我记错了 算了 不去说她了 也许大家有误解 也许大家有误会 但是至少你做的这些 让别人有了误会的理由 只是这个女人 在爱情当中 她看不到而已 我们可能不在爱情里面 我们会看得更清楚 所以女生啊 很简单哦 分手怎么了 不因为情感的失败 你就比人低贱多少 所以没有什么呀 爱情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生活还得继续 请你抬起头 寻找下一段 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剩下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 黄金六十年 亲爱的 其实我想告诉你 我之前做的那些都是 根本都不是故意的 其实我想 真的就是想那样 等我有了一切之后 和你走到最后 这真的就是我的心里话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就是想告诉 所有的人 我没有对你撒一句话 包括我所做的那些 就是我的真心话 我希望你能和我 一直在一起 请亮灯 来 两位请交换箱子 请回请 请关门 请关门 告诉大家一个 逻辑性的常识问题 因为爱你 所以要跟你分开 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要跟你分开 但凡如此 除了在电视剧的戏词里 有生活里是很少的 我们信生活 接下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五 分钟 五 三 二 一 二 一 五 分钟 五 三 二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云 四 三 六 四 三 盒子填满 我记得你的承诺 不管发生过多少不愉快 我都希望你还能继续 给我把它填满 我要跟姑娘说的是 确实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宽容美好 但是宽容有的时候 不一定得来的 就是你想要的 真爱 确实爱 确实 确实爱 确实爱你在微信里 跟别人耍什么暧昧 确实爱你跟别的女人 逛什么街 现在天天和她在一起 没有不一定的暧昧 确实第一个 是因为跟她在一起 她要不看着你呢 不看着也不管 好吧 第二个 为什么跟别人逛街 第二个是确实 因为我觉得 她不管是恋人也好 朋友也好 能帮就帮一帮 但是我决定今天以后 不管是不是朋友 都不会再帮了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一定好好珍惜 珍惜这个姑娘 她真的挺好的 好吗 放心吧 我这么厉害你们 加油 来 尤其我们的小花童 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 来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 何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两位 哎呦 小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你们 这生活小人生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 提供的价值 2580元的擦窗 机器人窗宝 730一台 接下来的时间 今天属于你们自己 来 各位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亲爱的 虽然说 我以前做了很多 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 但是今天 我们走到这个舞台 我就是希望 全国的人 都能见证我们 我以后答应你的 包括我 跟你许下所有的诺言 我都会实现的 希望你 能陪我好好走下去 亮灯吧 你都跟他许诺什么了 让我们全国观众见证 我许诺 你怎么不说呢 你要对他好吗 对 你还要让他哭泣吗 不会 我就一句话 别说什么 不让他哭 不让他伤心 就一句话 别翻老账 你能做到吗 谢谢两位 祝你们幸福 来 请回 请回 我跟你们说 性格决定命运 细节决定成败 这是我看到 第一次到最后 走我们这个幸福之门的时候 女生是这样的 男生是这样的 进了门之后 那女生没办法 还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还是要 祝他们幸福 因为我们相信 这个世界上面 有爱情 我们也相信 那些心里有真爱的人 可以克服重重显观 走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接下来的时间 来分享四位老师 特别精华的 关于爱情的智慧 我们一起进入 爱情保鲜记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爱情是没有规则的 但爱情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相互忠贞 相互信任 爱个人就让他做他自己 而不是让他做一个 你喜欢的他的样子 不因为自卑而怯懦 不因为宠爱而交纵 因为爱情是平等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和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 感谢由私部集团 天使之魅面膜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